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就要和大家玩這個開箱遊戲 但並不是試槍不玩槍啦 不再拿槍賺食 轉行畫東西 拿筆賺食好過啦 要畫得專業 配備的當然要一塊最新的電子繪圖版 還要是有芒果的 今天我就拿了這部最新推出的 Wacom Sintiq Pro 16 是最新的一代 全港首試 拍片的這一刻 香港還沒有得買的 不要說那麼多了 一起來開箱 看看裡面有什麼 就是這一盒 繼續有南韓Superficion所設計的角色做Cover 夠帥仔 大大盒都很重手下的 而盒子的背面 就會看到Sintiq Pro 16的正面相 還有一些重點的規格 還有內容配件的清單圖像 等會我會再展示一個詳細的規格列表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開來見我 好 開來見我 其實盒子都開過幾次了 因為都有點難度 並不容易拉出來 大家開的時候都要小心小心 裡面還有一個包包保護 當然要多重保護 這部機器都不便宜 一看這個機身的正面 其實跟上一代Sintiq Pro 16的分別 就不太大 這一代的筆架 就用了Sintiq Pro 16同款的軟體款式 內藏三個備用筆頭 就用了提援 可以插在左邊或者右邊 走回來的左右繩 來到機背 看到今代中間多了Vision-Mine的螺絲位 以及一對可以佔壞的腳架 令到機身可以放到20度的斜度 也可以額外買Wacom自家出品的調教腳架 就可以有19度到68度的斜度 機頂部分可以見到開關 觸控都是一個實體的按鈕 也有Kingston Micro Saver 2.0 的鎖位 我們先看看什麼配件 基本的三腳頭電線 一米長的 接駁到這個熟口熟練的火牛 線長都是1.2米 USB Type-C 去Type-C的線 1米長 我就略頁這個短了一點 USB Type-C 轉去Type-A的線 1.8米長 HDMI傳送線 1.8米 要留意一下 這一個是要HDMI 2.0以上的 如果你自己想轉的話 配備的筆 就有Probeni 有8000級 和Wacom產品中最高級別的筆 由Intose Pro 線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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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Mobile Studio Pro 都是用Probeni 用開的話 應該很熟悉 這個筆座 內藏了10個備用筆頭 底部 就是筆頭的拔材工具 還有一個快速入門指南 一般都不會怎麼看 其實箱裏面還有一塊抹幕的布 不過因為網子飛了臉 所以就不能拍了 好了 大家可以先來看看 Wacom最新一代 Centic Pro 16的規格 箱就開完了 當然要開機來看看 機背兩側 各有四個實體Express Key 留意一下 如果想簡單一點 一條線搞定 就用USB Type-C連接電腦做影像輸出 連支筆都會支援 而如果用HDMI連接電腦的話 就需要加上USB Type-C轉Type-A的線 連接電腦都可以使用到 當然還要插上火牛線 在左上邊有實體觸控開關鍵 對比上一代的腳架 我覺得比較薄一些 新一代比較厚 和紮實一些 在接駁上 上一代要從兩邊插線 還要壓外使用Wacom Link Plus 而新一代的走線方面 看起來齊整一些 用上手的線都不會太容易阻礙 裝好新機 記得要安裝最新的Driver 入到Wacom的桌面控制中心 看看新版的設定 這塊板有新的Express Key 隱藏在機背後 控制中心就可以自行設定 只想要的功能 更加可以為不同的軟件 就不同的設定 而ProPan2的設定和以往都一樣 在筆上面都有兩個按鍵 Centipo 16的顯示設定 就可以在控制中心裏調整 例如一些亮度 對比 Color Space Gamma 在相機的左上方 就有實體觸控鍵的開關 不想用觸控的就可以直接關掉 不同的ARCUS對這個Touch功能 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都要很兩極化 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區裡交流一下 說回這個開關仔 我試過幾次 我自己覺得 可能因為這部機比較新 比較實 有點難控制 最直接就試一下掃描打螢幕 我試過好一會 跟其他前的貼鋪是24 都很接近 其實都很像 角面很貼 很長順 都大幅度試過Parm Regression 我覺得它有改善 沒有錯誤儀位 或者是畫錯誤儀位 的情況出現 好啦 無論如何都要畫我女神 木頭妹 你看看它的眼睛 多大 多美麗 一定要用一部神機畫美麗 在PS上 我設定了幾個Express Key 用起來 其實都要找一下 掃描 掃描 相信都需要一些時間去習慣 如果你是長期用的 我建議買一個 Wacom Express Key Remote 或者一個西亞 Keyboard 操作更加實際 很快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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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遲 我又繼續努力 值得一提 但是呢 在今代的色域顯示 是加強了 達到98%的Adobe RGB 顯示的食材更加豐富 不過這些東西 都是講比較的 例如我用開的 ISO專頁螢幕 看來這一部 都真的拍得住 ISO的 私圓2D 就玩一下3D 在3D 軟件上 用拆破16 拉一下摩檔 木頭妹 木口木臉 當然加一些表情 用筆就最直接了 同樣在Express Key上面 設定了Maya的一些Key 其實都是那句 如果玩3D的話 8個Express Key都不夠 我先撐住 嘩 手多拉錯了 按壓就沒事了 除了用筆之外 當然可以用手 拉動3D畫面 都要視乎用家的習慣 和元件是否對應 好啦 就試到這裡 玩了一陣 我覺得在滑圖方面 用落其實跟上一代差不多 但在操作上 加一些按鈕 就方便用家 不過因為上一代的Sanky Pro 16 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 就沒有貨了 而這個尺寸有螢幕的規陀版 就只有低一級的Sanky Pro 16 對有要求的專業用家 應該都等了很久 如果你想由Intos Pro 或者Sanky Pro 16 升級去Sanky Pro系列的話 這個16寸的size 就較易入口 新一代的Wakam Sanky Pro 16 價錢 跟上一代是差不多 香港官網建議零售價 大概是13000多 如果想慢慢試清楚這部機 或者跟其他款 去對比一下的朋友 可以按理一下聯絡 預約時機員 又或者在這個月 11月27、28日 去香港插畫大日城市 香港插畫及民創展 CG Live也有一個Boof H01 在這個門口位置 到時去試機之餘 還可以跟同場的本地 南華或亞洲的民創單位 插畫師交流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再見